魁伟24年俗称超级写月的最大满月 加上月全时将在今天晚上登场 抬头一看月亮不但又大又圆 而且会呈现暗红色 最佳的观测时间点是在晚上的7点09分到28分 也就是月全时的阶段 整整有19分钟 错过这一回要再等12年之后 不过由于现在防疫期间 大家尽量不出门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透过直播 来观赏这难得的天文奇观 红色月亮高挂天空看来有些吊诡 不过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 月全时26号晚间再度登场 天文馆表示这次月亮升起就带有阴影 因为整个月时阶段由扮影时时开始 下午4点46分月球逐渐变得阴暗 5点45分初亏代表月球逐渐进入本影 6点半月亮东升直到7点09分全部进入本影内 都会呈现暗红色称为实际 接着19分时胜代表月球最接近本影中心 28分开始离开本影直到8点53分完全离开 最后9点51分扮影时钟结束 整个月时过程又数19分钟的月全时最为精彩 这次的月时它发生的阳角算是相当的低啊 所以说要看的话呢 要在东方没有遮蔽的地方 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于26号晚间适逢今年最大满月 因此民众可以看到月全时之外 也可以在1997年之后 回味24年再度看到结合大满月的天文奇景 错过则要再等到2033年才有机会看到 这中文报道